登革兒病例確診個案高達2152例 昨日國民黨議員質疑 文化局的藝術禁區活動 照常在登革兒疫區的新市區及北區戶外廣場舉辦 致民眾生命與危險中 對此副市長顏純作 今日在登革兒疫情記者會上表示 並沒聞在白天教會叮咬人 而藝術禁區的活動時間都是在晚上 這個議員在講說 這個藝術禁區活動必須要暫停 我想在媒體文化局已經有回復過 我還在重申一次 就是整個一個病眉文 它是在白天比較會叮人 那藝術禁區的活動都是在晚上 言純作強調 登革兒不是人與人之間 任何體育上的接觸所引起的 是經由病眉文叮咬而感染 文化局也會利用藝術禁區的活動 來加強宣導登革兒的防治 讓民眾更了解 登革兒它不是人跟人傳染的疾病 它是蚊子咬到 才會傳染的疾病 人跟人之間任何體育的接觸 都不會引起登革熱 所以我們也順便利用藝術禁區的活動 也順便宣導登革熱 讓民眾能夠更加了解 文化局指出 傳染登革兒的埃及邦文喜歡在室內棲息 吸血高峰時段在下午4點至5點 次高峰在上午9點至10點 白線邦文則偏好在室外棲息 吸血高峰約在日出前後1至2小時 幾日若前2至3小時 藝術禁區活動則在晚上7點半才登場 雖不能說此時完全沒有病媒文 但也不能因夜廢時停辦 記者劉春坦的報導